音响人说 由音响而误解真理 就开悟了 讲经教学是音响啊 现在这些高科技的设备 我们要会运用啊 这一桩事情是早年 方栋梅老师提醒我的 电视 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 无线电的广播 都是好工具 工具没有善物 善物在人呢 我们让他播什么内容 如果这些工具 天天播映出来的 都是讲经说法 圣贤教学 这个世界 就是极乐世界 就是诸佛刹徒 如果这些东西内容 都是杀到阴望 都是坦诚痴慢 那是魔王的世界 罗刹的世界 全在人 所以要会 好好地去利用他 老师当年讲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是最艰难 真的 三餐饭都吃不饱 所以根本就没想到这个事情 但是老师讲的变数很多 所以印象很深刻 我们就留意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